一起看看绝地求生刺激战场的排位赛加分是怎么计算的 1.不同模式是分开计算的 在绝地求生刺激战场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排位分数计算的时候模式是分开的 你如果要提升某个模式的分数 就要打这个模式的比赛才可以 2.赛季会单独计算 刺激战场的排位赛和其他很多的游戏一样 他的排位赛拥有一个赛季机制 所以会有时间 更新之后分数会重新计算 要记住这个时间段 3.每个人都从青铜开始 从我们初始接触这个刺激战场的游戏的时候 我们的排位赛的段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就是从最低的青铜给我们开始 一步一步我们努力提高 4.对手根据段位进行匹配 我们在进行排位赛的匹配对局的时候 我们的对手系统是会参考我们的段位和历史表现去分配的 如果和你组队的队友有更高的段位 那么对手可能也会强大起来 5.存活的时间和名次 在我们每次的排位赛的游戏结束的时候 分数判定有其中很重要的一项 就是我们存活的时间 包括名次 其实是关联的 存活时间越久 名次肯定是越靠前的 6.击杀的数据 前面提到了生存的时间 只是生存 别的什么表现也没有 自然就加不了什么分数 但是你如果猎杀了很多人 表现很优秀 分数的加成就会快速的增长 7.到达分值 自动晋级 我们通过一个模式不断的比赛 同时每次比赛结束 我们获得的名次和击杀数据 都不错的情况下 一直加分加分 到达指定的分数 段位会自动去升级的 哪里 我修理一下 应该修理 我修理